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林 之前有花花跟大家讲过 如何办理护照和往来港澳通行证 那我发现大家已经知道了 出国要用护照,去港澳台要用通行证 但是大家有的人并不知道 这个护照的签证和通行证的签注 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今天小林就给大家答疑解惑 首先说一下签证 那护照呢是我们去到其他国家的一个身份证明 那签证呢就是贴在我们护照上的 入境他国的许可 比如说你要去到某一个国家 就要先办好这个国家的签证 当然了每一个国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还有一些国家呢是免签或者是落地签的国家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免签呢就是你不需要办理签证 直接拿好你的护照本本就可以即可出发 那落地签呢是我们不用出发之前办好签证 可以到达之后再进行办理 那办理的手续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说完了签证 咱们再来说一说签证 往来港澳通行证呢是签发给中国内地居民 因私前往港澳地区 探亲旅游就业留学等非公务活动的旅行证件 那签证呢就是证明通行证 持有人可合法前往香港或澳门的住室 那具体分为以下几种哦 在办理签证时我们经常会听到工作人员问 你是要办理一年一次一年两次还是三个月一次呢 这个啊其实指的是签证的有效期 咱们呢以香港一年一次签证为例 不是说你这一年内只能去一次香港 而是说这个签证的有效期是一年 在这一年内你使用过这次签证往返过港澳之后呢 可以再次申请请申请的次数 没有限制 但如果这一年内你没有使用过这次签证的话 这个签证呢就会过期无效 需要再次办理申请 好了以上就是签证和签证的主要区别了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哦 拜拜